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政治局开会了,这会很重要啊 按照惯例,每年4月底的这场会是对开年以来的经济形势 还有之前确定的经济工作方向进行重新的研判 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成前起后 那这次会上有哪些重要的东西呢?给大家简单概括了6点 首先,最重要的是,确定会在7月份召开三中全会 要知道哈,改革开放以来通常每一届的中央委员会都要召开7次全体会议 也就是一中全会到七中全会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三中全会 因为它会透露出这些领导的改革思路 所以特别值得大家重点关注 第二个重点是,明确了当前咱们的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仍然是内需不足 这次呢就没有再说社会预期偏弱,而是说社会预期改善 但是呢还保留了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的这个判断 这是咱们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了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还是得刺激内需 而内需呢不光指的是基建制造业的这些投资需求 更有消费的需求 那会上就专门提到说要落实好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跟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对于想要换车换家电的朋友来说 你可以再期待一下补贴力包啦 还有第三个重点呢就是罕见的提到了要积极的发展风险投资 还说要壮大耐心资本 要提升资本市场对于新制生产力的支持力度 什么是耐心资本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长线资金 比如说让什么权益类的基金啊保险资金啊养老金之类的 要鼓励他们进入到资本市场 那新制生产力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力的跃迁 也就是制造业的升级 那如果真的想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的升级 肯定少不了金融的助力 在这里面风险投资就是关键了 就好像如果当初没有马斯克的投资 可能确认GDP到今天都还没孵化出来呢 那如果有更多长线资金入市的话 这个时候对一二级市场来说肯定也都是利好嘛 第四个重点就是点名了超长期特别国债 要及早落地 要适时开展降准降息 之前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不是提到说 要连续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吗 那这次则是说要求这个国债尽早落地 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对这个政策的急迫性了 在土地出浪金持续下滑 地方财力吃紧的当下这个事确实十分必要 另外呢货币政策不但不会收紧 还会继续降准降息 像上一次LPR条件之后呢 各大商银行又开启了新轮的存款利率的下调 其实就是为了后续的降息再做准备 第五个重点呢 是可能又会有新一波的地产政策了 在通稿里面的针对地产的新说法是 要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人民群众对于优质住房的新期待 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个一线城市之外 其他的城市限购限售等等政策基本不存在了 很多城市也取消了房贷利率的下限 就算是一线城市也对购房条件在松绑 像北京就刚刚发了个通知 对有两套房的经济家庭 还可以在五环外再买一套 还有最后一个要点呢 就是债务高风险的省市要推动他们 既压债务又稳发展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后半句啊 稳发展 之前呢在防范风险这个统一基调之下 一些上了名单的省市是被严控投资的 比如说桥梁隧道高速等等这种大型的基建项目被卡得很死 但这次的会议语气就有一点点的松动 压缩债务固然重要 但是经济下星期也要考虑怎么稳定经济啊 所以呢这次又重提了PPP模式 什么是PPP呢 就是政府跟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 这种方式呢带上于上一次的经济低谷期 2015年的时候 一个650亿的抽血计划被暂停了 就在今天晚上啊 先证达集团跟它的保健人撤回了IPO申请 那么按照规定 接下来上交所就终止它的上市审核 这也意味着原来针对咱们大A股的650亿的抽血计划 紧急刹车了 但是公司也回应了 说未来会在合适的时机重启上市 这个先证达做什么的呢 它本来是一家瑞士公司 主要干的是农药啊化肥啊种子这些业务的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基因种子 在2017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被央企 中国化工集团 以4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2020年 中国化工集团 跟中国中化集团的农化板块重组了 装进了一家名叫中农科技的公司 随后呢 又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先证达 客观来说 这家公司在行业里还是很厉害的 在全球质保行业排名第一 种子行业排名第三 在中国呢 更是当仁不让的全能冠军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它平均营收超过2000亿 2022年的利润接近80个亿 这家公司含着金钥匙出声 成立之时就在筹备上市了 那最开始呢 是想上科创版的 想要募资650亿 拿来干嘛呢 其中208亿全球买项目 195亿用来还债 130亿用来搞研发 如果这个事成了的话 那就会创下科创版的历史记录了 但是经过多轮订讯之后呢 公司在上发省会的前一天晚上 突然又撤回了申请 然后改报了主板 还是准备募资650个亿 当时市场还怀疑呢 是不是你公司的这个科创属性不够 所以就被劝退了呀 而公司的说法是 主板定位是大蓝筹 这才更加符合公司的情况 接着呢 在这样公司申报主板 仅仅一个月之后 先生达就上了发省会 而且获得了通过 就等着拿批文了 再后来的事情 大家就都知道了呀 A股剧烈震荡嘛 户指从活跃资本市场 这个概念提出时的3200点 最低跌到2600多点 那随着大盘不断的下跌 各界也在不断的反思 A股的各种问题 尤其是光吃不拉 只圈钱不回报的这种现象 要知道650亿啊 这是农业银行之后 14年来A股最大的IPO了 可是现在市场 每天成交都不到1万亿 如果剔除到量化交易的 那部分的话 估计每天也就 五六千亿的水平 这个时候想要再硬生生的 切走650亿的话 那搞不好真得把A股 再送回到ICU里面去了 在A股每一种IPO的背后 都会有天文数字般的利益 也正于如此呢 有不少人是把上市当成终点的 就像对一些民企来说 敲中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财务自由啊 而对一些国企来说 可能就是可以建立资本市场 进一步的做大做强了 那这个池子里的水 如果有进有出的话 其实还是能维持的 可是现在大家发现 真相原来是 不管怎么再往里面灌水 都架不住有更多的管子 再从里面往外抽水 仙政达本来要募资650亿 又一把大镰刀 专割老百姓 你办过卡吗 什么美容店理发店 健身房早叫班 各种死缠烂打 等你冲完了 只是过一段时间 人家就倒闭跑路了 原来你会以为 哦可能是大环境不行吧 老板经营不善 哎自然倒霉 可是结果你没想到的是 已经有人把这个关店跑路 都做成产业化了 甚至往而现在有了一个 很形象的词条 叫做关门狗 而且呢 这些关门狗 特别善于钻各种法律的空子 你想要维权 都根本没有办法 只能说 想出这个生意的 实在是个天才 但也真的是缺了大德了 这些关门狗 专门就做这种帮人关店的生意 什么诚信经营 长期主义 什么嘛 能最快收割 对他们来说 才是硬道理 帮人关店呢 他们有几大原则吧 不符合条件的 一律不会碰 首先第一 单个客户的充值金额 不能太高了 最好就是几千块那种 不少也不多 反正就赌 你不会费心费率的 为了这几千块钱去维权 金额如果太高的话呢 就很容易有人会叫真死磕了 那关门狗们犯不着 第二 要关门的品牌 最好不要太出名了 办卡的人不能太多了 像那种全国连锁店 就很容易闹成群体性的事件 一旦官方介入了 尤其是上了新闻的话 就容易被定性为诈骗了 到那个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第三 已经出现爆雷迹象的不能搞 这个也很好理解 客户都开始警惕了 那处理起来就很棘手嘛 具体这把镰刀怎么割韭菜呢 第一步就找各种开店的老板 尤其是想跑路 又不想有后患的那种 然后呢 谈讨具体的收费比例 据说通常呢 关门狗可以收10% 比如说办出去300万的卡 那关门狗可以收30万 第二步呢 就进行一些前期的铺垫的操作了 包括但不限于悄悄的缩减注册资本啊 更换股东啊 换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做法人代表等等 同时呢 要把账给做好 钱洗干净 这个期间呢 店还得是正常开业的 不能让消费者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这样呢 就可以方便前一个老板 有充足的时间 安全的抽身上岸 第三就是收网跑路 关门狗把店接过来之后呢 通常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让人放松警惕 甚至有的会在收网前 再狠狠收割你一把 比如说充值 充一千送两千的那种 反正就是要让你觉得 不充就亏了呀 然后呢 就爆雷了嘛 爆雷之后 顾客肯定会各种投诉的 找老板 报警 但是 这些方法都没有用 因为人都已经跑路了呀 你要找老板的话 人家旧老板 已经把股份都卖了 新来的股东注册资本才十万 有限责任 账上还没有钱 你要找法人代表是吧 人家是八十岁的老太婆了 可能耳朵是窿的 眼睛是瞎的 你要报警吗 这是经济纠纷呢 打官司得做法律程序 你要请律师上法庭的话 为了几千块钱 你耗得起吗 你要非说这是诈骗 也行 拿出证据来呀 就算有人死 可乃是极少数 关门狗把这关键的 一两个人搞定就OK了 剩下的一盘散沙 时间一长 消费者疲了 警方忘了 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门生意被创造出来之后呢 大家慢慢就会发现 相比老师做生意 原来走歪门 邪道反而可以赚到快钱呢 结果不就是略币驱逐良币吗 消费者可能不再敢消费了 老板没法正经做生意了 整个营商环境 不就这样一天天的变坏了吗 那你说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呢 目前来看还真的是挺难的 你说要是及早防范的话 人家在没有跑路之前 一切都是正常的 你要是去调查的话 且不说监管有没有那么多的人手 别直接就把正常做生意的 给搞死了 而且呢 在跑路的过程中 原来的老板都已经拍屁股走人了 接盘的关门狗是专门钻法律控制的 它所有操作都是合法的 咱们办案得讲证据 坏人却可以耍流氓 你说让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是吧 但是就算你能躲得过托尼老师的推进 那个曾经让整个A股都颤抖的男人 竟然被一个保安给轻松拿捏了 而这个过程简直是比电视剧的要精彩呢 上市公司中具高兴 因为拥有除邦和美贝仙两大品牌 被称为是A股的降楼老二 可是最近的中具高兴股东之间的争夺战 正在激烈的开打 一边是曾经A股最著名的野蛮人 宝能集团的姚振华 另一边呢则是以中山火炬集团为代表的国资股东 这个宝能在2021年的时候 由于流动性的问题 失去了中具高兴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但是呢还保有董事会的控制地位 随后围绕着中具高兴的控制权 双方就展开了争动 然后呢这两天出了一个大瓜 宝能集团在自己的网站上放出了这么一条视频 视频里面呢是姚老板去中具高兴的总部调研 结果呢居然被保安拒绝进入了 霸气侧漏的姚园外在门口是对峙了十分钟啊 还是没能进掉了大门 最后就只能愤愤不平的回家了 而同事宝能集团还发了条声明说 这个上市公司董事会聘任了一位总经理 两个副总经理 但是也都没能成功入职 甚至同样的连公司门都进不去 公告里面还说憋了一口闷气的姚振华 只能选择前往广东高级人民法院信访维权 连遥远外都被逼到要去上访了呀 但曾经呢他可是非常的厉害 他的宝能集团靠着手里的保险拍照 发行万能险产品 在A股疯狂扫货 然后先后拿下了南部A 中具高兴等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并且还一度成为了万科的第一打股东 把醉心于红烧肉的隔壁老王都逼到无路可走了呀 但是本来胜券在我的 他却犯了一个男人最大的错误 竟然又跑去举牌格力电器了 从而呢就惹毛了董明珠这个全国最不该惹的女人 骂他破坏实体经济 砸中国制造的帽子 结果管理层震怒 姚老板甚至被形容为是奢银无度的土豪 兴风作浪的妖精 然后呢就无奈的吐出了万科 格力的股权 虽然说也是赚了一大笔啊 但是吞并万科的这个意图最终就失败了嘛 在万科上血赚了一笔的宝能 后来有点飘 当然这不是他一家的问题 而是那个时候这整个行业都在疯狂加杠杆 然后就碰上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大条控 再加上在汽车业务上浪费了上百亿 最终他自己也爆雷了 原本都吃到嘴里的中具高薪的股权 也被迫不断的减持 从大股东变成小股东 而原先的大股东中山国资则趁机反攻 于是就有了现如今的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 这个过程也非常的精彩 先是中山国资方代表火炬集团发难 通过控制的监视会发声 要求罢免宝能系任命的四个董事 理由就是你就一个小股东 你没资格做这么多把交易 接着呢宝能系也发了5000字的公开信 说火炬集团用虚假诉讼等等方式操纵股价 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双方就这么 咱们的大国重器 国产大飞机C919今天完成了商业意义上的首次航行 从上海飞到北京全程花了一个小时59分钟 后续呢会继续飞上海到成都 这个机票已经可以开始预定了 最低不含税是919元 后续呢随着各家汉工公司订购的飞机到位 相信更多的人可以在更多的航线上 体验到咱们自己的国产大飞机了 那么C919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么受关注 它又会不会被卡脖子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情 其实国产大飞机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 咱们就酝酿过自己的大飞机运食 但是由于经济环境 技术储备都差得太远 最终下马了 到了2007年国产大飞机再重新立项 然后就有了现在的这个C919 但即便是这样 这个事情也是饱受争议的 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呢 C919的国产化率是60%左右 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国产化率太低了点 尤其是60%主要是在外壳和座椅这些地方 像关键的航电系统 发动机 安全系统等等 还是要靠进口的 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 咱们是不是又只干了个组装的活啊 说不定哪天又要被美国卡脖子了 怎么办呢 那么在这里呢 就有必要说一下了 其实组装的技术含量也并不低 一架飞机它有几百万个零部件呢 能够把这零部件捏到一块让它飞起来 而且安全性高 成本低 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举两个例子好了 同样的食材 不同的人炒出来 这个味道肯定是大不一样的嘛 顶级大厨的收入可以是普通厨师的上百倍 又比如说像电脑 稍微懂点行的人都可以去买零件来自己组装的 但为什么像戴尔等等这些品牌机 还能做到几千亿的市场规模呢 就是因为个人跟他们比起来 成本没有他们控制的好 那大飞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了 国产大飞机能够投入商业飞行 就说明咱们已经够得上顶级大厨的水平了 因为对于商用飞机来说 能不能省钱足以决定公司的生死 这个事情跟军用飞机不一样 军机呢主要追求的是性能 省钱不是重点考虑的事情 但是民用的东西就必须要考虑成本了 在航空界有一种说法 每架飞机每节约一公斤的重量 每年就能省下100块钱的油钱 航空公司基本上不会招胖空姐 其中呢也有这个原因 目前来看呢咱们的C919综合经济性 应该是过关的 之前呢东航在公告中 也披露过这款飞机的单价 每价0.99亿美元 这个价格是低于主要的竞争对手 波音737和空客320的 那么到去年底的时候呢 它已经累计接到了32家客户 一共有1035架的订单了 可以说这回C919首飞成功之后 按照咱们的生产能力 只要发动机那些配套系统能够跟得上 基本上就可以等着爆单了 那至于说要不要担心被人 尤其是被美国卡脖子 比如说像发动机就是来自美国通用的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担忧的 但是呢首先啊 这个发动机这块是由中国和美国合资 在中国设厂 这个事呢相当于是利益绑定了 卡脖子要付出代价的 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呢 中国一架订单都没有下给过波音 它就只能看着隔壁的法国空客赚钱 通用现在还能靠着卖发动机赚点钱 如果真断供的话呢中国就又只能把订单下给空客了 那美国依然就一毛钱都赚不到了呀 还有之前在中国的投入也就得打水漂了 并且啊虽然现在全世界能造大飞机的国家 主要是美国和法国 但他们其实也是在全球化的采购零部件的 而且他们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加上咱们中国的市场实在太大了 估计谁也不愿意 加上咱们中国人们不谈到 和我们的孩子们不谈到